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呢 整个九霄城 还有一处 你该不会是小说 另一半在你脑子里吧 呜呜大哥 你真的好聪明 定坤三十三年三月十六 第一个目击者 在张家别院里面看见一个行踪鬼祟的奇人 后面写的什么 刺奇人身高气齿 身形健硕 又脸上有三道疤痕 疤痕狭窄深邃 是沉沉旧伤 既不是烧伤烫伤也不是顽疾 而是被某一种力气所伤到的 整个九霄城的在齐奇人 没有一人有此特征 金人大哥 你看 我是不是真的很有用 而且 我不仅会被卷送 我还可以帮你办一个真的通关文殿 最最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帮助你一起 一起抓住那个三道八的奇人 你打算怎么找到那个三道八的奇人 一口咬吊 家人惯 掏在月下鬼门关 那个鬼门关你知道的 就是在那个 那个 那个哪儿来着 就在嘴边 想掏话似的 我可比你擅长多了 还有 你要是有线索的话 早就去守着了 干嘛花功夫来抓我呀 抓我这个奇人 跟抓那个凶手奇人 难度不是一样吗 这奇人脑子还挺好似的 说吧 追着我不放 到底有什么其他原因 这原因 我三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保证 我对你真的没有任何的恶意 大哥 你就劝当我是 探讨你的眉毛 对了 你们奇人不是怕热吗 我挺温迪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冰块 随时待在身边 还可以凉快凉快 对不对 你试试 是不是很良话 乌言惠语 我可不想再听一次了 事不够三 我警告你了 别再让我看见你 如果再让我看见你 我保证 你没机会有名再说第四死路 不 我不行了